我 喂 你好哪位 你是刘正的老婆 你是谁 你老公欠了我们很多钱 尽快给我们 别弄得大家最后都不开心 喂 喂 赵总 在开会啊 不好意思 好好好 再联系 喂 喂 孙力 你好 是 是 我是杭杭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最近忙什么呢 忙着打球 案子接得过来嘛 孙大利是不出面 那客户还不得等着急了 好呀 没问题 离婚的也行 反正我这儿人多 着急的案子你就交给我 里边请 您好 郝女士是吧 郡恒律所谈啊 您好 不好意思啊 您很忙吗 是 现在这个舍头案子比较多 不过您放心 会以您的案子为主要的 那您是一直做离婚律师的吗 是这样的 您也知道我们军航律所呢 比较大 民伤室的案子我们都做 离婚的案子呢 我们也是做的 那个 我家那个情况 您应该也了解了一些 对 对 应该就是现在 我有一些债务 离婚那块 你要钱钱钱低业 你东西没有用 不好意思啊 一点私事 您继续 就是 现在啊 这孩子还小 所以离婚的话 这样吧 您再帮我看一下资料 我呢 如果还有点事 要不咱们后面再约吧 您看您先处理一下自己的事情吧 黄女士 你没和她说 你在她家楼下来啊 当然没有了 人家都外边闹闹 那我跟她说了 我不是就输了吗 也是啊 不过你要是跟她谈恋爱啊 还蛮危险的 好的时候可能特别好 要是对外不够高啊 最后怎么说的都不知道 不过我说话节 我觉得你不能在她这一棵树上吊死 你但凡身边有多的选择 主动权也就掌握在你手里了 这点快点要开始了 不是 你手机怎么还拿着呢 里头不让戴手机 跟你那儿吧 你先去拿毛巾和水 行 好 小颖今晚一起和你喜欢的那家羊汤 你还记得那个 宗旅官的那个大叔 找你喝羊汤的 我知道呀 她还约我 所以她是真的很有钱 超有钱 好 准备好了之后开始上课 好 准备好了之后开始上课 好 沃总 咋了 没事 我忙你的 你全哥跟那个许总聊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呀 都要定了 那挺好的 他顺便说这一单做完之后 他给你接什么呀 这还真不知道啊 不过以我现在升职还早呢 先干呗 以后再说 哥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块儿干 人又没叫我 我去瞎掺和什么呀 你好好干你 管那么多干嘛 行 回头交一份总结办法给我 好的 好 香芬项目 徐子权他们的报价是3.8 好 双手带动到眉心术 窒息自己的身体 好 谢谢你 谢谢大家 今天这些课就到这里 先课了 怎么样 那完以后是不是特舒服 这儿 这儿 以后你就不会疼了 天天要按摩啥子 下午干嘛去 公司 走 你晚上要什么安排 嗯 估计得加班 好 谢谢 估计喝洋汤啊 谢谢 不过带着你姐吗 正常失落 吵架了 你觉得我姐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跟你怎么了 我就是一想到 当初是你先搭讪了她 我就有点不开心 今儿马其远 还叫她去喝洋汤了 那我成啥了 我不就是给她试错的 小太监吗 我今儿还劝她呢 我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真不知道现在是我天真 还是她天真 现在知道了吧 在这个世界上 真心爱你的人不多 你姐这事我也看明白了 百明拿你当垫脚石嘛 还有宝宝你刚才说那个 马其远 什么小太监什么意思呀 不是 不是 等等 刚说我姐了是不是 她是我亲人 你别挑拨我俩 我抱一两句就算了 你说啥 哪得跟你说的吗 我自己走 你姐不欺负你吗 新资 你看看 就为这个 我妹还跟我生气了 好 都不知道 我在发尸瑶信息的时候 我纠结了有多久 她又生气了怎么办啊 要是工作上给我使绊子怎么办 万一她又想邀请我 那我该怎么办呀 你自己内心细道不少 结果人家连个字都懒得回你 就回来一个好 太不明确 你对你 对呀 所以很好笑啊 你贴着她呢 她要带你玩 你要走 随便 虽然我和她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我确实看清了一件事 在有钱人的眼里啊 小姑娘就是一个物品 她们的字典里面 根本没有爱情 我也是注定的 吃不了这碗饭 这碗饭确实不是 谁都能吃得了的 很多小姑娘 都是有贼心没自己打 或者是有贼打 但是没有脑子 还有一种就是你这个样的 但有都有 唯独缺的就是决心和魄力 管她呢 还好我不爱她 虽然你们可能 就这么没有下文了 但是个人情绪是一码事 这个项目可是另外一码事啊 不 这俩绝对是一回事 我这次 一定要带着我的个人情绪 好好地投入工作 都说小姑娘在老男人那儿 弄不到什么钱是吧 但是我们乙方 可是有很大的机会 从甲方身上得到便利的呀 这次我就一定要带着我的个人情绪 好好地爆炸工作 狠狠地工作 让她疯狂地给我开一小时半 对对对 就要容器水 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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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conoc Fiction 我们说话 准备态 其实选对 我们虽然这个 那么可能他们请计划 等一年 您倒也是要注意营像的呀 这 这个你误会大了 这个花不是我送你的 吗 ah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严重吗 现在还在医院昏迷呢 我之后得回上家去 那个工作 可能要辛苦你了 没事没事 都交给我 有我在 你放心啊 照顾你妈妈要紧 没事吧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王玉素情绪如此失控 可能无论多坚强 生活总有一天 能戳中你的软肋 打得你措手不及 生而为人 始终孤独 除了承受和面对 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许总 子权 你们隔壁组的艾达找过我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还没关系 继续 我们来看看 都没有 犹豫 把美国的 课程和 这一件事 的事 不必 还可以 做过 有什么好事 我只是很想 有什么好事 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律啊 王律下面只有唐颖一个人 那么手上呢 他有十几个案子盯不过来 你能不能拨个人 给他帮帮忙 郑律 我手下都是小朋友 经验不足的 要是实在忙不过来的话 要不然这个案子我带着他做吧 之前我们也做过那部竞标嘛 我清车熟路的 郑律啊 我们手上负责的 都是一些中长期的项目 手头上比较紧的 也就是这个万国的并购案 而且前期的工作 我们已经做得很充分了 您放心 我一个人 完全能够应付得来 唐颖 不是我不信任你 是 你的经验确实少 我们不能重蹈复制 万国是个大客户 我们丢不起啊 郑律 这些我都知道 您放心这个案子 唐绿 郑律说得没错 你要以大局为重 不要年纪轻轻 总想着邀功 想着自我表现 上次海相那个案子 不就在你手里晃的吗 这次再晃了 伤的可不只是王律的嫌 伤的是我们郡律的名誉啊 小唐啊 万国的案子啊 就让韩律带着你去做吧 我接个电话 你们继续讨论啊 喂 好 我马上到 潘阳 既然开会决定 这个项目我带着你做 那么现在你也算是我的人了 按照惯例 今天我请大家下午茶 平时对你们严厉呢 是希望你们更有出息 但是生活中 我还是对你们照顾有加的 是不是 当然了 我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我把你接到工作群里了 嗯 好 小莫 进来 好 行 你的表演怎么做的 报表演怎么做的 啊 为什么做成这样 子瑶 啊 我陪你一起去 跟着韩贵妃干活还挺滋润的 下午都有下午茶喝 吴贵妃 知道吗 我最近都是八点来梭里上班的 啊 来这么早干嘛呀 韩贵妃说有急事 让我务必八点牵到 她的急事 就是让我帮她开电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呀 又怎么了 老大说病公案我重新做 许总对那边报价不满意 彻底反悔了 说让咱们无论如何 今晚都要做出来 人家客户对报价不满意赖得着你 人家不想卖了 再正常不过了 这我也无奈 我也没办法啊 咱这座下属子其实就是领导的出席统 真挺没劲的 你不能这么想 好好干 争口气 你以后有什么你这想不明白的 不知道你就问我 哥 你太好了吗 要是老大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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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是啊 没事 我走神 想别的事呢 忙你的吗 没事 忙 不好意思啊 你干吗呢 马马虎虎的 慢一点啊 没事吧 好 不客气 你 哎呦呦呦呦 你干吗呀你去 上班了 你干吗 你骚扰我的时候挺大胆的呀 现在呆想了 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 我那是明慕着男的在追求 我说了一万遍 我有男朋友 吴主远 还是你就想有男朋友女生啊 行 不合适吧 新姿 我 我追求你 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你 全世界好看的女孩多了去了 你干吗非挖上抢奖了 小心有一天自个儿挖自个儿 新姿 新姿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啊 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 你在一段错误的感情里边 越走越远 对吗 你 我现在回去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拯救你 说完了 说完了 油腻 今儿怎么了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 不夸张 我特喜欢 这我们公司 新来了一个部门领导 然后老师对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然后刚好他就在附近 我就想说 故意秀一下吗 哪儿呢 等我后面 还过来吗 这么巧啊 新姿 这位帅哥就是 传说中的后花使者 男朋友对吧 新姿总提起你 久仰 你好 这是哪位啊 新姿从来没给我提过那篇 不好意思啊 你看新姿 这就是你不对了 不是 咱们俩的事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你们领导平时都这么轻浮吗 那绝对不是啊 我跟别人都不这样 我就对新姿这样 再说 换现代小姑娘的话来讲 这个不叫轻浮 这叫油腻 对吧 不打扰了啊 告辞 明天见啊 她是不是有病啊 她 亲爱的 背掉意见什么时候能给我 明天吧 资料实在太多了 看不完 太慢了 今天晚上必须给我 这个公司没有上市 也不是国企 不存在要报国资委审批 或证监会审批的情形 基本没有风险点的 大概过一遍就行 速度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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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要不要歇一会儿 我替你 没关系 时间来不及了 我还得再坚持一会儿 谢谢 子洋 这韩绿是有毛病吧 你看看 法律条款不看 光调标点符号 宇文老师还是律师啊 信了 信了 他说这名都是对的 咱就全看接收吧 他这是在强奸我的文档 话操理不操 二者都是在用暴力 宣告自己的地位 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我还有一百多页的 中英雄语的材料没有喝完 今天就得叫 我们是被办公室霸凌了吗 韩绿说 这叫狼性训练 律师已经对买方公司的资质 进行了充分的法律调查 并认为 对方完全符合本项目下 合格买方所具备的条件 本次交易无问题 天哪 我这一堆风险都没没清楚呢 他急什么急啊 挺能熬的嘛 真不愧是年轻力壮啊 我听说 你们指着翻身的相分爱 又没谱了 你可真得加油了 一回头又被下放到 老公业区去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 年轻人嘛 多经历一些挫折 谁说就一定是坏事了 对吧 当然了 有您这样的领导 作为我们的榜样 我们也不认识 我们当然要努力了 行吧 那我就不打扰你发挥了 加油吧 不错 继续啊 好 爸爸 您有没有想过辞职啊 什么 你们公司那胡歌太猥琐了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做全职太太也不错呀 两年咱们结婚之后呢 你就在家享受 我也能升职加薪 能努力 还是可以养护好你的 我没和你说过她姓胡吧 你怎么知道的 没有吗 不对 肯定之前随口部提过呗 就她看你眼神真不喜欢 什么呀那人 不是 你就因为这个让我辞职 丢掉工作 你没看出来 她是故意激你的吗 可她是领导吧 每天跟你交集相处 这样我真的不放心 难道我给你的安全感 不够多吗 你瞧一会儿 别冲气啊 新姿 你做得很好 你一直做得很好 可能原因在我 我付出太多努力 才能跟你在一起 这些日子像我骗来的一样 每天过得特别不踏实 你知道吗 每天心情胆战的 我错了行不想 啊 下来我 啊 那你给我包个励志吧 下一次我们会 今天聪明了 你担心你 这天才是什么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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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я感谢你 要感谢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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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唐律师 早啊 爸 多早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打扰您休息了 太早了 是吧 你昨晚通宵驾办啊 对 主要是我有一个文件 我想给您看一下 不急 先给您点点喝的 一会儿慢慢说 服务生 你好 要一份早餐 你喝什么 牛奶 马总 还有红茶吧 对 好的 是这样的 马总 我已经看完了 买房公司所有的资料 然后我发现呢 根据他们提供的 工商档案里面 有一份投资协议 在这个投资协议里 可以看出他们的公司啊 是存在待持的情况的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接触了 买房公司的那个持股人 他不是实际上 真正的持股人 他是不具备购买能力的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这家买房公司 很可能存在恶意 恶意 所以我这么着急找您来 这个时间 因为我怕天亮了以后 律所开门了 这项目就得推进了 谢谢啊 好 谢谢 老总 您看啊 是这样的 这里 顾纯带持 那这家公司的真正的持股人是叫华铭 在公开渠道查到华铭名下所有的公司 其中有一家公司 在去年的时候 被一家叫做天语的跨国公司给收购了 真的非常有意思 因为 他目公司经营的产品 明天就能把自己做购买的 所以我把自己做购买的 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把自己做购买的 你就可以做购买的 你好 谢谢 方安 这位 可以 谢谢 姐 汇报都顺利 希望能给马总及时止损 不要把气撒到我们头上就行